這角色其實比我印象中還少蠻多的 就這樣而已 先讓我們選施拉克好了 合唱 足球 骯下 我要來還好 好 好 TIME 3 4 bat 對 B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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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DRACA TRIPALKILL ATEND 我去DAMOUS 你知道我喜歡DOTA的地方就是 你隨時都在創造DOTA的歷史 你隨時就看了 GOOD K 所以...剛才那就是DOTA的 話說那個兜塔 等一下 oh shit 已經在開始了 我記得是 擴散塔和 緩速塔和兩個弓箭塔 是最好的組合 SHIT SHIT 所以這經典的手塔模式 大家都知道了嗎 是竹籃耶 這以前還蠻玩Foodman Fancy的 其實我還蠻喜歡 幹 爛模式 所以我們還有這個 DOTA賽車 基本上就跟 馬力歐賽車一樣 大家在那邊拿各種道具互搞 這樣 像我真的就要讓那個 狹窄褲翻個分稱 把什麼路堵住 靠邊 靠邊 他們都學我啊幹 第一局 冠軍 這樣10分 先得到30分的人就贏了 那這一段 基本上就是地圖最困難的地方 但是 累積足夠的道具應該不會太難過 最關鍵的牆就是 好像怎麼跳過去 太簡單了 可是白癡了在後面 但是開始競爭又還被激烈了 拿著白癡 為什麼鎖定我 我看就沒有領先 其實這都在我計畫的部分 我現在同時被昏 就等於省掉一個昏的時間 拜託可以讓我動嗎 這就是DOTA 你說你要玩那個DOTA 好吧 好吧 一定 OK 我們玩DOTA 我們玩DOTA 剛開始我隊伍上是一位奇怪的二國人 雖然我的伺服器選的 原本是東南亞和韓國 對 我開始有點記得為什麼我 沒有在玩DOTA的原因 非常明顯的 我在走出塔的範圍 我覺得被幹掉 OK 但我沒講 我站塔下基本上也會被幹掉 我到現在俄國人還沒有對我說 我是Bliya 或是Suki 或是Sika 還感到非常驚訝 老實在 我現在已經完全不知道幹嘛 我在塔下完全不安全 OK OK OMG 我噴這個遊戲 所以我觀察了 我隊伍一段時間 發現其實他們根本沒有在線上 都在亂跑 所以我現在也許DOTA2 應該是一個不用在線上 也可以有經濟 有等級的遊戲 所以我就決定也來Gank上路 但是我發現驚人的事實就是 我是一個四級的宙斯 而且這傢伙 他用一個冷卻超低的範圍傷害 一次可以噴掉我四分之一的血 Majic Stick Majic Stick 啊 我真的不知道 我剛剛查了紀錄 我看到我其實有玩過了 將近三百場的DOTA 而且之前還要洗掉過一次 所以代表我應該是有超過三百場的DOTA2的經驗 很不幸的 我老實講 還是完全不知道這遊戲在玩三小 大概這時候我突然想起來有傳送卷軸這個東西 而且我發現我一開始傳送後 馬上就變成隊伍上很有用的人 所以剛剛這個混沌騎士 所以剛剛這個混沌騎士 混沌騎士都有放一個他的最基本的Q 我就會混沌成了四秒鐘 WTF 快崩潰了 根本就沒安全的地方 幹什麼沒個眼 我還明顯的忘記站在地的塔下這個遊戲裡最危險的事情 幹我只是一個沒有的Support肉絲 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然後基本上就在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幹嘛的時候 我們的Storm Spirit現在已經變得超肥了 他基本上有一個人可以單挑敵人全隊 不然他有發現戰鬥 就看到突然有一個Storm Spirit傳送進場 然後就把敵人全部清淌掉 然後我就在旁邊 OK 我在旁邊被秒殺差不多有功了 為什麼一樣是噴閃電我這麼廢 為什麼一樣是噴閃電我這麼廢 所以我們現在會知道偷偷的 偷偷的走到這應該這樣 所以我們就雖然我是個超大P的 但是我們就這樣贏了 為什麼是屬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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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職正的 所以我們在這裡也會懷疑 這個是紅色的 就算了